近日 被称作头部造车势力的威马汽车裁员 关店 甚至濒临倒闭的新闻 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曾经有着光鲜历史的威马汽车 是中国最早一批打造电动汽车的新势力 与未来 小鹏 理想一起 被网友并称为新势力四小龙 还曾在2019年取得了新势力单车型销量第一的业绩 如今却是销量低迷 债务缠身 位于上海的总部也是人去楼空 一片破败的景象 根据威马提交给港交所的招股书显示 2019年至2021年 威马累计亏损136.3亿元 毛利率始终在负40%以下 相当于每卖一辆车亏损10万元 2022年净亏损大概率会更高 威马汽车自2015年开始运营 从2017年2月至2022年3月 威马共进行了12轮股权融资 总融资额超过了315亿元 从威马汽车的股权构架中可知 除了创始人 沈辉夫妇共持股30.82%以外 投资人还包括了百度资本 雅居乐 腾讯 上汽等行业巨头 更有李嘉诚 何鸿燊家族旗下的资本 以及来自上海 广州 湖北 合肥等地的国资平台的注资 融资多 但烧钱也快 威马先后在浙江 温州及湖北 黄冈建立了两家生产工厂 合计产能达25万辆 并在全国拥有621家经销门店 和其他几个头部造车新势力相比 威马还拥有沈辉这一位 有着丰富汽车从业经验的掌舵手 他曾是吉利集团副总裁 并负责了吉利收购沃尔沃 这一中国汽车工业史上最大的海外收购案 威马联合创始人侯海金 同样来自吉利汽车 也是威马第一个平台研发负责人 但是这也为威马汽车埋下了隐患 由于其研发团队中很多人来自吉利 其生产平台被认为是从吉利的燃油车型改装而来 2019年 威马汽车被吉利集团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告上法庭 要求索赔21亿元 这场官司至今都没有完结 其实 威马一直没有研发出一个电动汽车专用平台 另外 也许是有改电平台的先天缺陷 很多车主吐槽威马ES5车型存在底盘漏风问题 威马近些年来还多次爆出锁电和自然的维权事件 为品牌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 2020年 威马汽车曾在35天内发生了四起自然事故 2021年和2022年 威马又发生其他起火事件 2022年4月18日 海口市某充电站内一辆威马ES5在断电几分钟后突然着火 索性未造成人员伤亡 因拖欠贷款 威马汽车的零部件从生产到运输都面临断供风险 造车其售后服务也报受诟病 今年以来 威马先后经历员工匠星潮 经销商关店潮 零部件断供潮 供应商起诉潮 每一次浪潮拍打在威马身上 产生的连锁反应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面临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威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威马的状况还是中国众多新能源车企中表现较好的 虽然烧光了300多亿 但毕竟还造出了车 更多的新能源车企是烧光了所有的融资 最终还没有造出一辆车 如烧光84亿元为造出一台量产车的拜腾汽车 融资超过百亿 曾经被认为是新能源最稳车企的绿池汽车 直至倒闭也没有量产一台车 此外还有融资达170亿元的起点汽车 运行了八年后 量产车还是停在PPT的阶段 不得不说的 还有恒大汽车 据其管理层透露 恒大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累计总投入高达474亿元 但直到2022年12月30日 恒大汽车仅交付了324辆车给客户 如今更是官司缠身 不断被债券人告上法庭 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纯粹为骗取国家补贴而成立的新能源车企 倒闭的更是不计其数 为扶持电动车行业的发展 2009年中国开始实施电动车相关的补贴政策 之后经过多次调整 直至在2022年12月31日这一政策正式终止前 达到插电混合动力车每辆4800元 纯电动车每辆12600元的幅度 除了直接补贴 当局还推出了税收优惠与推广新能源车 仅仅免征10%的购置税 购买一辆20多万元的电动车 即可节省2至3万元 网易发问说 仅2015年至2017年两年间 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贴总额 就超过3000亿元 而其全产业链的累计投资 也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 补贴政策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企业查数据显示 2013年至2022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从业注册量 从约5100家跃升至23.94万家 增长47倍 截至2023年初 中国现存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 达到60.58万家 中国从2015年开始成为 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的产地和市场 不少崛起的新能源车企 在进军国际化市场时野心勃勃 但补贴也伴随着争议 比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补贴行为的反对 造成贸易争端 再比如2016年多家车企陷入骗补风波 2022年7月 曾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明星的 长江汽车正式破产 曝光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内幕 在政府巨额补贴的诱惑下 长江汽车等无相关背景的参与者 都涌入该行业 抢资质 炒作圈钱 骗补贴 最后无法持续债务缠身 长江汽车的前身是杭州 长江客车有限公司 早在中国建政初期 就获得了国家特批客车定点生产企业 到了90年代中后期 这家公司一度濒临破产 直到2013年 才被五龙集团注资进行重组 建立了长江汽车 创始人曹中 看重的正是这家公司的双资质 所谓的双资质 就是企业同时拥有燃油汽车 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资质 连小鹏 蔚来 李响 在当时都没能获得双资质 可见其稀有程度 因此 华人首付李嘉诚 不惜以51亿资金 入股五龙集团 为长江汽车站台 就连沃尔沃中国CEO 也选择跳槽 加入到这家新成立的 新能源汽车企业 声称打造亚洲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工厂 长江汽车一时风头无两 2016年 长江汽车公布了四款车型 包括纯电小型 SUV 纯电商务车 大巴和中巴克车 但其SUV衬用车 直到破产都没有批量生产 而花费了九成人力 物理和财力的商务车 在2016年到2018年间 上排辆只有3000多辆 与此同时 长江汽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跑马圈地 大肆修建造车工厂和研发基地 在两年多时间里 不仅在杭州 广东佛山 云南昆明 贵州 山东烟台等地 开设了生产基地 还在美国也建了生产基地 累计年产能达60万辆 其中与佛山政府的投资协议 涉及金额高达120亿元人民币 长江汽车也没有躲过 纸上造车的市场质疑 雷声大 余点小的公司经营方针 将这家公司带入了毁灭的深渊 早在2016年 李嘉诚就不断减持 自己在武隆集团的股份 并于2019年 在香港法院申请曹中破产 要求他偿还11.9亿元港元的借债 曾在中共最高经济管理部门 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曹中 被外界猜测 他凭着关心才能第一个拿到 新能源车资质的非传统车企 曹中自己也称 他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时 根本不懂汽车 除了曹中 当时一窝蜂涌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还有另外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 领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 他也曾自曝 2015年我刚想做汽车的时候 真不知道汽车有哪些专业 我去招人 要招哪些人 都是一抹黑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引述一名前员工的话说 长江汽车一开始就是奔着政府补贴去的 第一财经引述两名长江汽车前员工表示 长江汽车在2016年投产时 年产能10万辆的生产线 投产以来生产的车辆只有2000至3000辆 其中不少卖给了其旗下子公司或租赁公司 左手换右手骗取国家巨额补贴 2016年 中国当局对全行业93家新能源车级补贴情况进行排查 发现其中有多达72家骗取补贴 骗补贴车辆近8万辆 涉及金额近93亿元 平均每个企业骗补超过1.3亿元 每辆车平均骗补11.6万元 补贴计划不仅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更让中国电动汽车走向国际市场 资料显示 在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就有一台来自中国 2022年前11个月 中国汽车出口278万辆超过德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9.3万辆 同比增长一倍 不过对于未来等进军欧洲大获成功的车企来说 现在却高兴不起来 美国不断加码的晶元禁令 可能使他们在与西方同行竞争时处于劣势 2022年8月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英伟达A100和H100等人工智慧晶元出台 献新令 这两款晶元虽然不直接用在电动车上 但却对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人工智慧演算法的训练至关重要 蔚来 小鹏 理想等主要中国电动车厂都在使用上述晶元训练演算法 其中蔚来是最早宣布与英伟达A100合作的车企之一 2021年底 蔚来宣布将利用英伟达A100打造的超级计算机训练自动驾驶 仅两个月后 美国进一步加强晶元出口的管制 其中禁止向中国销售18纳米以下的DRAM晶元 28层及以上的NAND快闪记忆晶元 14纳米以下分FET工艺的逻辑晶元生产工具 2023年新年过后 美国在晶元领域对中国发起的限制进一步升级 告别补贴时代 意味着电动车行业将从政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 再加上美国对华实施的晶元禁令 势必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雪上加霜 被政府大力扶植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在夹缝中求生 破产或是向芯片企业大偏烂尾的情况 已经不难想象